胶韵师来咯 因为我的嘴巴真的是要保护好一下 因为我每天要试口红 然后每天试了很多口红之后 嘴巴就很痛 所以佳琪推荐的润唇类的产品 所有人都说好用 美们这一支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品牌 它就是胶韵师 他们家这个唇蜜 试用到的玫瑰果油 而且试用到那种精油来帮你润唇的 而且这块你可以作为叠涂的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可以帮你变色的一个产品 一号色是很透明的 这几颜色是可以帮你再加一点点 你的口红颜色的 在上面的 我来给大家试一下 而且它那个缩口 就是你拔它 它才会出来 就是它每次的控制量 非常非常的精准 不会说是那种很多很多量 会露出来 会溢出来 不会的 然后你只要一点点 请你涂在你嘴巴上 它会不会油 会有一点点的 它本来就是纯油 但是你可以不要涂那么多 涂少量一点的话 就会好一些 而且它是果香味 非常非常好闻的果香味 嘴巴就是嫩嫩的 少女肌果冻唇的感觉 你的嘴巴就变成这种果冻唇 就很漂亮 然后我跟你们说 这一支你很好用的 就是你每天晚上 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一个唇膜 去用 就涂厚厚一层在嘴巴上 然后开始睡觉 你待会早上起来 你用那个化妆棉 沾点热水 敷在嘴巴上 轻轻一擦 你的死皮全部都掉下来了 所以这个的话 比较适合那种 嘴巴很干的女生 去使用到它 而且如果你涂了 那种哑光的口红之后 你再去叠涂它也可以 就是让你的哑光口红 不那么拔干 这支是一号色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色 就是刚刚你们看到 我刚刚涂那个透明的 我的嘴巴还是很白 这支是会让你的嘴巴 变有颜色 很好看 其实还好 没有想象那么红 它不会很红 它会让你嘴巴颜色 更得粉嫩 就是嫩起来 就是有水色起来 就是它会有一丢丢的颜色 而且会让你的嘴巴 颜色看起来就是 哇 你的嘴巴是涂了口红的吗 你的嘴巴颜色 为什么这么好看 但是它不会觉得说 是那种很夸张的颜色 但是化妆的唇色 会嫩起来 会有颜色 有血色起来的 黏不黏 有一点点的黏 但是不会很黏 因为它是果油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的黏 不会特别特别的黏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我哑光孔 在用它很好看 然后你可以给我一下 YC 来这支是09号色 YC的09号色 是那种酱果色 我也推荐过的酱果色 一点点涂上去 超漂亮 会 而且不会干 你看 一点点那种 亮亮的唇油涂上去 第一个嘴巴不干了 第二个 就是它不会变得太哑光 然后会好透 我的嘴巴是诱惑 这就是人间樱桃本桃 你的所有闺蜜会说 你这个颜色在哪里 买的是哪支颜色 怎么涂得这么好看 我推荐一号色和三号色